以自由度來說 Tresor Strike真的很大 只見他沒有設定主角 完全由你自己猜一個出來 就已經很吸引了 另外加上不論敵外人物的HP 也只有1000 要贏人就只有靠操控技術 也算是很公平的 雖然武器可以強化 但只不過可以拖延一下 因為就算被人KO 也可以馬上復活再來過 說到玩法其實很簡單 每一版都有大量寶物在箱上 只要找到顏色的鑰匙就可以開到 同時每版都有目標寶物 只要把它打回基地就可以過版 基本上簡簡單單,勝在吸環